繼續是國際焦點 以巴西歐站的第一天 安全度過了 以色列軍方證實哈馬斯成功移交 十三名以色列 十名泰國和一名菲律賓人質 經過醫院初步檢查 所有人質健康並無大礙 而根據BBC的報導 哈馬斯將在停火第二天 再度釋放十四名人質 而以色列政府也將按照一換三比例的協議 釋放四十二名囚犯 直升機在夜空下緩緩降落 地面上救護車隊早已做好萬全準備 民眾高舉以色列國旗大聲歡呼 為第一批從哈馬斯手上歸來的人質 送上熱烈歡迎 以巴休戰協議首日 哈馬斯移交十三名以色列 十名泰國和一名菲律賓人質 以軍燒早證實 人質已在當地醫院接受初步檢查 也成功和家人相聚 泰國外交部同樣在社群媒體公布人質平安歸來的消息 根據外電報導 或是人質是在紅十字會的護送下 從拉法過境點前往埃及 再由直升機送回以色列 至於第二批人質核實返家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聲明指出 情報局和國防軍已經收到第二份人質名單 相信哈馬斯二十五號會再釋放一批人質 但以色列行事謹慎再謹慎 表示安全官員正在進行審查程序 除非人質平安落地 否則不會對外公布名單 儘管休戰首日看似安全度過 但加薩境內仍出現不少差距 更傳以軍對著想往北返家的加薩民眾開火 造成兩人死亡悲劇 以色列當局強調 目前除了拯救所有人質 也正積極規劃後續戰時發展 直到完全鎮除哈馬斯 如今迎來休戰第二日 以巴雙方能否繼續遵守協議 全世界都看在眼裡 今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今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今好新聞